大家好,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会长Serena让我来讲讲家庭饮棚,我想对大部分摄影人来讲的话,家庭饮棚就像是一道永远要跨的门槛一样,有个比喻,家庭饮棚相对于 摄影人来说,就像保时捷911对于所有的男人来说,是一道要跨的门槛 好,今天咱们就利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来给大家share一下,怎么去搭建一家自己的家庭饮棚,然后进行饮棚的拍摄 我在这里介绍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就是非常简易的,第二种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的 我今天要给大家review一个secret的,家庭饮棚的搭建远远要比保时捷911便宜 好,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吧,这些照片都是在我这个饮棚里面拍的 首先是这四大美女,这是今晚的大纲 这个线路有点慢,有点delay 大纲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呢,讲一下怎么搭建简易式家庭饮棚 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花点钱搭建一个稍微高级点的家庭饮棚 然后呢,再顺便讲一讲,在饮棚里可以实现的多个拍摄的风格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个是高调high key摄影 还有呢,一个是低调摄影 后面的两个章节呢,是要在这个周六具体操作的哈 希望这个周六要来操作的那个小伙伴呢,稍微仔细一点哈 好 下面呢,就给大家先share一下拍的照片 这些基本上都是在现在我这个地方拍的 那这一张呢,我蛮喜欢的是那个谁,那个大夫的女儿啊 这张的风格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大夫咱们讲的低调摄影 这个风格呢,有点类似于高调摄影哈 这一点类似于高调摄影 这是那个咱们摄影协会的那个谁,谁的女儿哈 帝文的女儿 著名的舞蹈家 这一位呢,就是咱们下星期六请来的模特 张靖 这是咱们那个达老师比较有名的舞蹈老师 这是我跟我太太拍的一组啊 还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呢,这是我尝试着用那个color gel 就是把那个彩色片加在闪光灯或者是strobe的前面 呈现着这种呃,比较绚丽多彩的这个这个style 那这就是刚才那个笑笑哈 这个呢,这个呢,我当然稍微讲一下哈 要拍这种舞蹈家的这种这种姿态啊,是非常难的 假如说你想用strobe,用那个闪光灯去抓拍的话呢 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要正好那个闪光的点呢 在一瞬间 但是呢,拍这组呢,我是用了另外一个LED的灯 待会我会讲到哈 就是用LED的灯的话呢,可以实现连续拍 所以呢,就更容易抓到比较美的那一刹那 这也是一样 好,照片欣赏完了,咱们来讲讲哈 首先呢,咱们来稍微聊一下 为什么要搭建家庭影棚哈 很多人拍了学了摄影学几年以后呢 哎,就想,假如自己有一个家庭影棚studio多棒哈 呃,我总结一下呢 呃,可能有这么有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摄影呢 是有关光的这个这个技术 所以呢,你要是对光的控制和运用的比较好 的话呢,哎,那么你的照片就就就就就漂亮 所以呢,你要是搭建一个影棚的话呢 有这么个影棚你就能自己来控制和运用这个光 来拍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 呃,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 可以有着影棚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摆着灯光 然后呢,拍摄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作品哈 比如说用白色的background 很多人比较喜欢拍花对吧 你完全可以用黑黑的background 来呈现这个花 待会我有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哈 然后呢,最后也呢 有这个studio以后呢 哎,你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大家知道买买这个相机的equipment非常贵哈 你可以搭建一个影棚呢 来来赚点外快 来offset这些equipment的这个cost 那么搭建一个studio需要哪些条件呢 在这个今晚的讲座里面呢 我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你要搭建一个studio需要买哪些equipment 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具体哈 首先呢,当然你需要一个房间 或者是房间的一部分,对吧 假如你房间大的话呢 你可以完全把一个房间p出来 作为一个studio 假如你房间比较小的话呢 你可以完全用你family的一部分 family room的一部分 或者是living room的一部分 来作为这个studio 大小呢,不一定哈 看你拍什么 假如说你是拍一些花啊 一些product之类的 那要求的那个地方呢 不是比较大 但是呢,假如说你想拍人物 那这个对不起 那稍微这个地方要大一点 因为大家知道拍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你这个人像不能有distortion 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要有一定的那个焦段 比如说85到100毫米的这个焦段 是拍人最好的 最好的哈,没有任何的一点的distortion 这就决定了你这个镜头跟那个模特之间的距离呢 要比较长 所以为什么拍人像的话呢 你家庭这个影棚就要稍微大一点 好 然后呢,第二个呢 就是背景布 像我背后这个背景布 白色的 待会我会具体谈有哪些选择 然后第三呢 就是最重要的是灯光 对吧 灯光 对于这个简易的家庭影音来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闪光灯来代替 当然了,对于稍微高级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叫平闪灯 叫stroke 然后呢 还有这些相关的那个accessory 然后第四部分呢 就是要这个相机 对吧 这是不能缺少的 然后呢 第五部分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叫trigger 就是说 你要 你怎么才能来 控制这个闪光灯 什么时候亮 什么时候不亮 你必须呢 有这个trigger 这就是我说的trigger 这个呢 是放在你那个相机上面的 然后这个呢 是放在闪光灯 或者是你的stroke上面的 然后呢 通过这个呢 来遥控这个 待会我会讲到啊 一共需要这么五样东西 下面呢 咱们来具体谈一谈 首先房间啊 刚才讲过了 你要拍产品的话 拍花卉的话呢 不一定要很大 6×6英尺就差不多了 但是你要拍人像的话呢 房间大小 差不多要10到14英尺 像我这个studio的话呢 宽的话差不多是12 13吧 13这个inch 然后长的话比较长 20inch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房间大小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个背景布和架子 背景布和架子呢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这个呢 在这个Amazon和那个eBay上都有卖的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便宜 这些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从国内 从中国那个寄过来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叫crossbar 它左边一个架子 右边一个架子 然后呢 上面呢 有一个crossbar 这个bar的话呢 就是用你来穿这个背景布的 你看我稍微查了一下 这个 这个 Newward Newward架子呢 在Amazon上才卖50块钱 就这种架子 它给你买 给你一套 然后呢 你有架子以后呢 你 当然要这个背景布 或者背景纸 有两种选择 我的建议呢 就是 一般的话呢 你在上面就是架这个 这个背景纸 然后呢 你另外再买这个背景布 背景布的话呢 有三种选择啊 黑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还有这个 绿颜色的 我建议是买这三种 为什么要绿颜色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 这个Chroma Key 假如你想换背景的话呢 最好的这个 background是绿色 你用绿色去拍完以后 你想换背景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的 为什么建议大家要买一个绿颜色的 然后另外这个白色和这个黑色 这个纸跟这个布的区别呢 它有各有各的优点吧 纸的话呢 它比较平稳 它上面的话 没有什么皱纹 看到没有 非常的平滑 所以拍出效果的也非常好 但是呢 它不宜携带 就说你要是买了一捆纸 纸的话像我这样 你就不能运走了 但是呢 布的话呢 就有这个优点 你可以叠起来 比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带回去 然后到那边去拍 但是布的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容易脏 容易起褶 所以你在拍完 用布拍完以后 你做后期的时候呢 要把那些不平的地方 要给修整一下 这就是纸和布的 这些不同的地方 我再给大家看看 这个纸和布的这个价钱 相对纸的话 我随便在Amazon上查了一下 是57块钱 就可以买这么一捆 一捆是什么概念呢 它的宽度 大家看到82 这是它英尺 差不多是英寸 差不多是7英尺长 然后呢 一共是16.5英尺长 就是你可以拖拖拖 用完以后 用完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地下脏了以后 你可以把它剪掉 然后呢 再拖出来一部分 它就说它的脚 这个纸啊 非常的厚 可以用很长时间 这是纸 然后呢 这个布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我看Amazon上 10英尺 乘10英尺的黑布呢 也不过是20块钱 你也可以找到 就是三种颜色 都有的那种 稍微贵一点 就是白色 黑色和这个绿颜色 都有的 好 这是背景布和架子 稍微提一下 它有时候会给你一些 accessory 比如说中间这个 这个叫沙袋 就是可以里面呢 灌上沙子 这样的话呢 起个稳定作用 这个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你要是到户外去拍摄的话呢 这个沙袋是非常重要的 好 第三个 这个要买的呢 是这个闪光灯 我的建议呢 是尽量用原厂的 比如说你是佳能相机 我是建议用佳能的 尼康的话 用尼康的相机 尼康的闪光灯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 就是 第三方的 比如说现在 这个Godex 是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popular 也非常的powerful 还有另外一个牌子 叫永诺 诺 像我呢 我一般是用自己的 用这个原厂的 用佳能的 这个闪光灯 因为怎么呢 有一个 就是我原来也买的一些 永诺牌的 那个闪光灯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有些缺陷 就是说它容易 曝光过度 所以呢 就是 而且它质量啊 不是很好 比如说它这个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门啊 这个地方 它很容易就 就折了 就质量不是很好 后来我就算了 就干脆 把那些都卖掉了 然后呢 就全换成这个原厂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 信任这个原厂的 这些 这个闪光灯 但是呢 最近这个Godex的 那个闪光灯 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去 可以参考一下 我知道什么 那个咱们摄影协会 很多人 都用Godex的 那个产品 这个是前段时间 比较 比较 popular的 那个Godex的 这个产品 它这个 叫TT600啊 我不知道 这可能不是最新的 这个 右上角的 那个叫 Trigger 它这个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一般的Trigger呢 看我手里啊 有两部分 一个是Transmitter 一个是Receiver 对吧 这个放在 那个相机上面 这个呢 是放在 那个闪光灯 或者是 上面 这要一个Pair 然后呢 你买这一套的话呢 你不需要 一个Pair了 因为它 这个闪光灯里面 就Building 这个东西了 就这个放在 本来是要放在 那个 跟那个闪光灯 放在一起的 我给大家 给操作一下 大家看到 这有一个槽 把这个闪光灯呢 放在上面去 然后把这个打开 闪光灯打开 这个没有电池 我换一个 这是 加能的600 好 我把这个闪光灯 打开了 这个 下面的这个 Trigger呢 也打开了 然后呢 把这个 Transmitter打开了 然后呢 你看 我问一下 这个Test 它的闪光灯 就会闪 看到没有 就通过这种 就是它实际上 是通过 它跟它 2.4 那个 Hz的 这个频率 去遥控它 好 回到这个地方来呢 这个TT600呢 它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啊 放在里头了 丢在里头 你不需要 这么一个东西了 直接就是用这个 一个 这个遥控器 就可以 捧锁这个灯 好 闪光灯 讲了 然后呢 闪光灯 你必须有一个架子 对吧 大家看我手里 这个东西 就是你必须要买的 闪光灯的 这个架子 它的架子呢 有两部分 看看上面 最上面 这个地方呢 你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Trigger 插上去 或者呢 你要是 刚才讲的 那个TT600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直接把这个 闪光灯 插在上面 好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 你看 大家 看没看到 这一个孔 可能太小了 这个呢 是用你 方便你来插 这个 Umbrella 这个雨伞的 我把这个雨伞 打开 然后呢 按在这个洞里面 就插进去 然后呢 再把它闪光灯呢 好 然后呢 有一个holder 这个哈 就插在上面 这样呢 一个闪光灯 就设计好了 这么一个架子的话呢 差不多是 10块钱左右吧 非常便宜 20块钱 你可以买两个 我将不在杠了 刚才说的架子 是这个架子 是这个架子 就跟三小架 差不多 它呢 就是来 把这个 灯光可以放在上面的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holder 就是这个holder 可以插雨伞 然后呢 上面再架了 那个 闪光灯 这个更便宜 这个是才 一个才5块钱 好 然后下一个呢 当然就是这个雨伞 这雨伞呢 它的作用呢 是什么呢 就像一个 diffuse一样 把这光啊 给它 通过它的造射以后呢 就变得非常柔了 我这已经摆好了几个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吗 好 好 我先把那个开关 都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trigger也打开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 看它闪了 天灯老师 我好像没看到它闪 是在哪个地方 看到闪 老师 这个 可能那个灯光太强了 看不到 就是看到闪光灯闪了 是在雨伞里面吗 在雨伞里头 我把 看到吗 有别 好像 好像上面有看到 因为上面 它出镜头了 所以不明显 它在靠近边缘的地方 闪了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有了 有了 好 然后呢 这个trigger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在哪呢 就是它 有很多mode 比如说 DTTL 或者是menu 然后你自己可以 控制 它的output是多少 就是说 你有时候 需要 前面这个光 对吧 是men light 主光 然后旁边的补光 men light 当然你要强一点 用百分之百 这补光的话呢 你要百分之五十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trigger来调 这个 第二个闪光灯呢 只要百分之五十的output 你可以来控制 雨伞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trigger trigger的话呢 是这样 这个厂家不同呢 你必须买这个 比如你加能相机 你就必须买加能的 所以呢 你像我手里的 都是 只能是用在 加能手机上 那个相机上的 你尼康相机 或者索尼相机 就用了就不work 所以呢 为什么我在 这个咱们的小group 就问 有多少人要 要准备是用那个 尼康相机 和那个 索尼相机 那个 我今天找了 找了一下 找到了那个 那个谁 董老师 他给了我几个 尼康的这个trigger 但是现在 索尼的还是没找到 我再想想办法 大家看一看 这个 加能自己 厂家自己的 那个这个trigger 也有 当然有 但是非常的贵 你看一下 这上面的价钱 是多少 470块钱 现在市场上 最流行的 就是这个 我手里拿的 这个永诺 就是中国深圳 那个厂家生产 622 非常便宜 非常的好用 而且非常reliable 我用了五六年 没有什么问题 一个才40块钱 这个40块钱 加这个80块钱 假如你有几个灯的话 你多买几个 像我家 我这里有六七个 就是非常方便 然后呢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 在之前的话 有一个牌子 叫 叫这个 叫 Pocket Wizard 这也是非常 popular的一个牌子 但是这个牌子 基本上 已经被中国这些 这个产品打败了 所以现在 基本上没人用 这是Trigger 然后呢 除了这个永诺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牌子 比如说这个 Fortix Velo Quantum Nissan 都可以 我估计有些也是 从中国来的 好 下面是充电电池 因为你要用 闪光灯来做 你的灯源的话呢 所以呢 我建议是 买很多 这种充电电池 我推荐了 几个牌子 这是 No.1 这个Sale 是Panasonic的 AA 这个是 就是 储 电率 非常高 而且它 另外 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你今天充电了以后 它的电 不会马上就跑掉 它过了 它有个统计数据 就是它过了 过了多长时间以后 它还能保持 它的那个电能是多少 它的储存 我不知道 数据怎么说 就是它储存的 这个时间呢 比较长 非常好用 然后呢 你买了充电电池以后呢 你必须有一个充电器 对不对 我建议呢 买一个这种 稍微高级一点的充电器 为什么呢 这种充电器呢 它是 它的那个里面 那个线路啊 是叫什么 叫 Independent Charging 就是说 它这个每 像这个是 Charging 10个电池 它每个 每个电池 这个Charging 是Individual的 就是说 它不dependent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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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able 非常的 就是 非常好用 我是比较 这个牌子叫 Bell EBL 列出来了 这是电池和充电器 好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咱们 讲完了这个 创建 这个简易 影棚的一些 一些知识 看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什么地方讲的不清楚的 都清楚了 Crystable make sense? Hey yeah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咱们就继续讲 好不好 估计大家对这个 对这个简易的 影棚不屑一顾 想看看 怎么才能去 做一个 高级的 这个影棚 OK 是简易的 还都不会答 所以问不出问题了 好 咱们下面这个 section呢 就讲一讲 你 大资金 大赌豪一个 是吧 花点钱 没问题 要么就花点 多花点钱 这个 几个 比较大的变化 是什么变化呢 就说 你不用闪光灯了 闪光灯 它的 这个功率还是太小了 一个是功率小 还有一个 比较 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就是说 它的recycle的时间 太长 就是你 闪一次以后 你要等很长时间 它才 ready 闪第二次 这是它 闪光灯 一个 最 最致命的弱点 假如说 你换了这个 这个叫 Strope 换了这个Strope以后呢 这些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个Strope 非常的powerful 它可以在 很短的时间 给你平闪 所以它 中文呢 又叫翻成平闪灯 就是它的 recycle的时间 非常的短 它可以 发出很多 很强的光 在短时间内 这个 这个Strope的 相对来说 就比这个 闪光灯 要稍微贵一点 它 一般是用 这个 交流电 但是 现在也很多 是带电 带着大的电池的 所以你这个 可以 放到覆盖 去用 我 我这里买的呢 是稍微 便宜一点的 比如说 这个叫 Photogenic 大家可以看 那个slide 上面有的牌子 也是on sale的时候 一下买了一套 它差不多是 1000块钱吧 就是三个灯 加上支架 是1000块钱 从sell的时候 平常价钱是 可能是1500左右 然后后来呢 我就买了六遍 这个叫flashpoint 这个估计是 从那个 Godox 那个厂家来的 它 被 petroma.com 买过去 用它自己的 这个 这个brand 叫flashpoint 这也是一个 价钱比较便宜 然后质量呢 也非常 好的一个 一个产品 好 讲到 shop的话 大家现在 可能 很多人知道 现在越来越多的 叫LED灯 在这市场上 这LED灯呢 就是咱们 所说的 长明灯 或者是叫 continuous 这个light 比如说我 这个 就是我前不久 买了这个 长明灯 这是LED light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LED的 科学技术啊 发展得非常快 它能做的 这个灯啊 这个output 功率非常的强 非常的 非常的强 所以呢 现在是很多人 在考虑买这个LED灯 作为这个 这个拍摄照片来用 但是呢 根据我本人的 这个experience 这个LED呢 有它的好处 但是也有 不好的地方 这一张slide呢 就 describe了 他们的好 坏之处 那么首先 来看看 左边的这个stroke 平闪灯 它的好处呢 有几点哈 第一个就刚才讲的 它的功率 非常的强 然后呢 它可以provide precise control 就是说你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五十 哎 你要多少 它就保证给你 出多少 那个output 非常的precise 准确 因为它的 功率强 对吧 它光非常的强 所以呢 它能help you help这个摄影师呢 能抓住the moment 能那个freeze the moment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 在市场上的时间 比较长 所以它 各种的modifier 当然我要讲 它的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比较贵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它是 它不是continual 就是它是一伞一伞 对吧 它不能长时间的 给你亮 所以呢 它不适合拍video 然后呢 再有一个就是 它在一些场合 不适合 比如说 在那些 不能用闪光灯的地方 你就不能用 是吧 比如说那个 拍小工艺的时候 还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场合 你不能用闪光灯的 那就不能用 好 这是 那个strope的 好处和坏处 咱们来看看 这个LED灯 LED的灯呢 它的好处 首先 它是长明灯 你把它 turn on的话呢 它就一直在那亮 对吧 所以呢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can get 就是说 这个光到底多强 它造了什么地方 它柔不柔和 它的quality是多少 你一看一下就知道了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它可以去 假如说 你发现 这个color temperature 白冰痕不对 或者是这个地方 拍偏左了 或者偏右了 或者是靠近了 你马上就能纠正 对吧 你要是这个strope的话 你就不能 你没有这个优点 因为你必须 闪完以后 你看照片 你才能知道 这个 而这个LED的长明灯呢 就有这个好处 一 what you see is what I get 但是呢 它的最大 不足的一方 就是说 它跟strope相比 它还不是 非常的powerful 然后呢 因为它 灯还是不够 不够亮 所以呢 它很难抓住那些 moving subject 然后呢 还一个比较 确切的地方 因为它 它是长明灯 所以呢 有时候 你把窗户打开了 或者是把 那个其他地方 有这个ambient light 进来的话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 你用长明灯的话 你必须 在一个 非常封闭的 一个room里面拍 不然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 这个ambient light 进来 就影响你的 这个光的control 好 而这个 平闪灯的话呢 就不一样 因为它的光 非常强 非常的powerful 所以你窗户呢 稍微打开一点 从外面 进来一点 这个日常光 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 这个闪光灯 这个strope的灯呢 足够把它压到 override 好 我再讲了这个灯 这个灯呢 我为什么买这个灯呢 这个灯 它的official name呢 它是叫hybrid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可以 作为 这个 长明灯 也可以作为 strope 所以这是它的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它呢 后面有个button 你把它turn out 我现在没有接线 你可以turn out以后呢 它就是可以 长明 在那一直亮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设置呢 就是把它关掉以后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 闪光灯 做一个strope来用 当然了 它的这个闪光灯 它的 它的那个 那个output 还是不如这个灯 但是它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来 抓住 那些movement 比如说 刚才讲的 拍跳舞的 你要是用strope的话呢 你拍一下 你可能要等了一秒钟 你才能拍地下下 因为它的 这个recycle time 还是在那 但是这个灯呢 就没问题 它可以 就为你 连续闪 当然它的 这个output呢 就不如那个灯 所以你 拍完这个以后 你必须用那个light wound 去作为调 这就为什么我 能拍到刚才 大家看的那个 笑笑的那些照片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灯啊 可以拍拍 怕连续摁 然后呢 选出另一张 这个位置啊 比较这个到位的 这个那张照片 这就是这个灯的好处哈 这个灯呢 也不便宜 这个灯差不多是 450块钱一个 好 讲完这个shope以后呢 呃 大家要 注意到一个 就是它的 呃 把这个shope啊 加上这个modifier 加上那个softbox 它有一个接口 这个就是 呃 咱们跟那个相机 这个镜头啊 和相机的接口 有点类似哈 所以这个接口呢 不同的厂家 是有不同的那个spec 所以你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大家这个咱们 要稍微详细的讲 好 下一个呢 是这个测光表哈 测光表就是来 根据这个光的 这个呃 强弱 然后呢 根据你的 这个相机的快门 和那个apature 来告诉你 应该是用多少 呃 就是那个三个triangle哈 ISO Aputure 和快门 这三个 是一个 成那个 它之间有关系哈 你知道两个以后呢 第三个 他就会告诉你 比如说你ISO 定下来了 你的Aputure 定下来了 所以呢 他会告诉你 快门应该是多少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车光表来告诉你 当然了 很多些 很多人现在 不太用这个车光表哈 就说 现在反正是电子相机嘛 所以拍一张 觉得 哎 暗了点 没关系 再把那个Aputure 稍微调大一点哈 精光量大一点 当然你要是 弄一些比较 高端的 那个摄影的话呢 建议还是用 这个厨房表来测一下 呃 得到那个 precise的 这个result 好 咱们来看看 这个架子哈 呃 刚才讲的 这个架子呢 是一般的架子 对吧 然后呢 稍微 高紧的架子呢 比如我这里 这里有一个 这个架子呢 它比较粗一些 它里面有些装置 叫什么呢 叫Air Cushion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哈 咱们先看看 这个简易的架子哈 看得到吧 好 比如说 你把它打开 然后呢 放下去 它就自动下去了哈 它里面没有这个 那种protection 没有Air 没有Air 这里头的 像这个的话呢 它里面就有Air 看 你还不 要稍微有点劲儿 才能把它弄下去 他就说这个 有点protection嘛 比如说你上面有 比较重的闪光灯啊 什么那个shock 你突然不小心 把它打开以后呢 它不会 假如这个的话 它就会一下子压下去 就会很容易 就是造成这个 equipment的损坏 像这种呢 有这种Air Cushion的话呢 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 它就会很慢慢的往下降 所以这种呢 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可能也贵一些哈 还有一种呢 就 稍微更贵一点 我把相机转一下哈 大家能看到 这一个 这种呢 这种呢 架子呢 叫 看到没有 下面是这种 C shape 叫C stamp 这种呢 是heavy duty的 比较重 但是比较stable 哦 哦 哦 我还有一个刚才看的那个C-Stand 他就他就是他有一个boom arm 就是说他这个不是 他不是说一条线上去对吧 他有一个有一个另外一条胳膊 这样横过去的对吧 所以呢这样的话更适合你用 用这个boom arm去position你的那个 那个Srop 就C-Stand有这么一个好处 好然后呢 对于高级这个家庭女朋友来说呢 你就不用这个不用这个雨伞啊 你要用这个Soft Box揉光箱了 揉光箱呢比这个比这个伞呢更能给你更好的这个quality 所以这个slide呢讲一下就说 你在这个stool里面啊 这个灯啊 它讲究四个特性啊 一个是它的color 就是color temperature 还有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是它的direction 第三个呢是指它的quantity 它的量它的output 第四个是quality 它的质量 它的质量就是说它柔不柔 一般来说这个灯源呢 光源呢 如果它离那个subject 模特越近 那它这个灯就越soft 就越好 好 根据这个原理呢 咱们把这个雨伞 不是雨伞啊 这个Umbrella跟那个softbox 进行比较 你就会发现各有各的特点 像这个Umbrella的话呢 它比较simple对吧 比较cheap 比较便宜 然后呢 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portable 比如说我我像我去帮那些舞蹈学校拍拍照片啊 我都是带着这个雨伞去的 因为这个雨伞呢 你可以 你马上把它携下来对吧 装那个盒子里面去带走 但是你像这个 那个softbox的话 就比较困难 让我给大家看一个 像这么大一个东西 你要把它拆下来 然后呢 要把这个钢条也给插进去 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点时间 所以这个就不是很非常的portable 啊 然后雨伞呢 它这个光源呢 是indirect 然后呢 没有什么控制 这个很好理解啊 因为你这个伞 只不过是 闪光弄在这儿 对不对 就是给它透了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伞呢 都是打开的 所以呢 它的光啊 会到处都是啊 所以不是 对于这个你要想 control 这个灯来说呢 呃 不是很理想啊 但是呢 这个 揉光箱就不一样 揉光箱呢 它比较封闭 看到没有 它在旁边啊 都是黑的 只有前面是可以光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光不会瞎跑啊 但它缺点就是说 不是非常的portable 然后呢 比较 比较难去这个setup 呃 它有不同的总位哈 比如说这 刚才看到的是这个 呃 长方形的哈 也有这个 呃 六角形的 像刚才咱们看那个大的 就是就是 好像是六角形的 然后呢 我这还有一个是圆形的 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牌子 叫Lidon 这个呢就是圆形的哈 我是现在把这个呢 作为拍Vidio的时候用 好 好 长方形的有什么好处呢 长方形呢 就说它可以simulate这个窗子 因为窗子是方这个长方形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近视圆形六角形有什么好处呢 哎 它可以 你要是用这个拍人像的话呢 它在人的眼眼睛里头啊 呈现的是圆形 就非常漂亮 方形呢 用这个去拍人像 拍人像呢 你要把他眼睛放大的话 你就从他眼睛里看到是一个方块形 就不是很理想哈 所以拍人像的话建议还是用这个圆形 这张图呢就是解释了刚才说的 左边是这个用雨伞 右边是用softbox 你看这个雨伞的话 光都是到处都是哈 到处是亮的 然后用那个softbox 你可以control哪些地方有光 哪些地方没有光 好 还记得咱们讲这个接口问题吧 是这个这个手法啊 它有不同的这个接口 这个术语呢 叫speed ring speed ring 这个不同的牌子是不能兼容的哈 在这个slide里面呢 我就列出了这个四种比较常用的 第1个呢 是叫inch chrome 我这还有几个样品哈 这个呢就是最popular 就是最右边那个叫bowit 第2个呢叫profotospirin 第3个呢是叫alien best experience 然后最右边就是bowit bowit呢是现在最常见的那种 像这个你看仔细看哈 就是说它这个有两部分 这部分呢是用来擦那个钢条的 钢条来固定住那个box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用来接到这个strip里头去的 所以它这个你看这个bowit的话有三个 而这个的话就有四个 它们是不兼容的 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你买这个strip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的speed ring是什么样的 这就决定了你以后想配这个softbox 这个box能不能给它配上 当然了假如说它给你寄来这一种 然后呢你发现哦它是bowit的 当然你这个softbox可以keep用 你只要去再买一个这个spirit是bowit的就可以了 当然了你要买的时候就告诺它 你是要买bowit的spirit 这样的话你不用再花另外的钱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买这个strip和买这个softbox呢要注意到这个spirit是什么样的type 这一张slide就具体告诉你是怎么它的spirit是怎么个结构 最上面是用来插这个钢条的 然后呢第二中间那张插完钢条以后怎么把这个布给盖上 然后呢右边那一张就是怎么来接这个灯 好这是这个灯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改进的就是什么呢 叫tethering 咱们在讲那个lightroom training的时候呢 你提到过哈 因为这个lightroom具有这个tethering的这个feature 什么意思呢 下面咱们把这个镜头转到这来哈 那下面这边有个电视机哈 它是作为我的monitor 然后呢 你可以用那个电视机呢 起到这个tethering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拍照片 拍完以后呢 它这个照片马上就能在这个monitor上display出来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比如你拍模特给你的客人拍照片 那么你的客人马上就说 哎呦我的表情不好 哎呦这个左脸可能太靠右了 右眼没没没没没没张开什么之类的 马上就能得到immediate feedback 这就是那个tethering的一个好处哈 然后呢你再去纠正 然后再拍 必须有这么一个线哈 连到这个电视机上去 假如说你拍人像拍的很多的话 还是很有必要建立这么一个tethering system 因为你被拍的这个subject 它就能一下子能看到自己这个效果 看好不好 不好的话你可以去及时进行纠正 好下面呢讲几点就是在steel里面拍照片呢 有一些这个技巧哈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think speed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 就说你的相机呢买什么样的相机就知道 就规定了你这个最快的速度不能超过多少 比如说我知道那个佳能呢是两百分之一 有的话是两百五十分之一 尼康呢估计是也是这两者之间吧 假如说你这个用的速度太快的话呢 就会造成这个slide的右边有个照片 这种这个不好的效果 因为它那个速度太快呀 它那个没有来得及去进行对整个画面的scat扫描 所以呢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think speed是多少啊 一般你用二百分之一就可以了 在steel里面啊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power 你看它的那个数字哈 这有个数字哈叫三百二 它就是它的power呢是三百二 它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每个second它能放出的那个光呢是三百二十瓦 第三点呢就是你要选择这个白平衡 一般你要用相机都有flash那一档的白平衡 所以呢你在steel里面拍照片的话 你就要调到那个flash那一档的白平衡 然后第四点呢一般是要用menu自己 因为你有那个灯嘛 有那个strop或者闪光灯对不对 所以你不知道你这个灯有多强对吧 所以呢你要拍完以后 你要check一下相机里头的histogram 或者假如你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大电视哈 monitor tethering 你可以看看那个照片 到底是亮还是不亮还是过曝 这样的话呢你要及时的去进行 对aperture或者speed进行调整 或者iso进行调整 这是几点那个建议 然后最后一点我也想谈的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反光板 反光板呢也非常有用啊 一般买的话你都是能买到五合一 就是说你打开以后它实际上是五个不同的这个颜色 呃透明的白的黑的金黄色 还有这个silver银色啊 一共五种颜色 这个反光板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时候啊你比如说你只有一个灯对不对 你可以巧用这个反光板来进行补光 这样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个fill light补光的作用啊 非常的非常的那个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一个呃 用光的一个技巧 这东西也也不贵哈 比一盏灯的那个价钱要要便宜多了 但是你能巧妙的运用运用好他的话呢 哎你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那这个slide呢讲了一下就是不同颜色 它起到什么作用啊 讲了silver金色还有白色还有黑色 还总是那个透明的 好 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 假如你想搭建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家庭影棚 需要买的一些东西的器材 和注意的事项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想也不过如此哈 也跪不了哪去对吧 呃那个田老师这个换电片 最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就是发给我一份 那什么东西 就是换电片啊这个powerpoint 它会到时候发给我一份 因为有些信息没找到 我会的会的我会记会长会长会给你们share 有最后一张那个不同的反光版 就是我一直搞不清楚他们怎么用 哈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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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我自己再来学一下 好的 这个有不同的大小哈 这个稍微的中等吧 我一般外拍的话都会带上 它是它有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折叠起来的 看一折叠就成了一个很小的 你还有一个套子 可以很方便这个portable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看来讲的讲得很清楚啊 大家都没有问题哈 那咱们就继续往前讲 好 讲完了怎么搭建你自己的影棚 然后呢下面再讲讲两种就是 可以在影棚里面拍摄的风格哈 前一种呢就是叫高调 叫high key style 咱们先看看一些照片吧 这样看完照片以后 你就有一个大概的这个理解了 这是高调照片 这张是在我的就在这里拍的哈 这张也是在这里拍的 这几张是在在网上找的 这是不是人像的 这是风光了 好 相信大家看到这照片以后呢 对这个高调摄影呢 有些理解哈 这个wiki上的定义呢 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用于电影电视摄影的摄影风格 他的目的呢是在减少场景中存在的照明比 就是他这个这个对比度啊降低 他最初呢是拍电影的时候运用的 是为了省钱 这个防止在那个拍完以后的编辑中啊 太多的工作 所以呢他用这种办法去拍电影 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开支 久而久之的话呢 他就形成一种风格 大家觉得这拍的效果不错 挺好看的哈 后来呢就广泛的被运用 起来了在电影和电视 然后甚至在咱们的这个摄影当中 他呢使用一些不自然 就是不是natural的这个灯光照明 来消除这个照片上的大部分 这个这个 dark side 就是shadow 然后呢所以你看 他一般的照片都是具有明亮的背景 好 咱们看看再看看这些照片啊 他背景基本上都是白的 都是白色的 好 他的一些特征呢 给他总结了一下 亮到几乎过曝的背景 但是呢有没有过曝 好 然后呢即使发白 但是呢细节还是一人清晰 好 就是快过曝了 但是没有过曝 然后呢白的 但里面有细节 总的这些照片呢 高调照片呢 让人看上去比较明快 happy 比较轻松 然后感觉比较简洁 好 好 那么看完以后咱们再聊一聊 怎么能达到这种效果 怎么拍呢 第一种呢就是你拍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这个灯光的设置啊 这个咱们在星期六拍的时候呢 就就要就要运用掉 第二种呢就是说你拍的时候呢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呢有这个潜力的话 你可以在后期通过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 修改照片 达到这个效果啊 好 咱们来先看看第一种 在拍摄的时候呢 怎么注意到 首先 这是肯定的 就是必须用白色的背景啊 比如说这个白纸 必须用白的 然后呢 呃 你的那个模特呢 你呃 这个白背景背景呢 稍微远一点 四到六尺的距离 啊 好 这个灯光设置呢 是这样设置的 大家看一下 呃 中间的这个 是一个是个模特哈 相机在他前面对吧 然后呢 左右有两个softbox 这是照着这个模特的 然后呢 后面有两个灯呢 是照着背景的 使得背景呢 非常亮 这就是典型的 高调摄影的一个设置 呃 总的来说 你要照高调摄影的话呢 这个 就是比较 呃 因为需要很多灯 比如说 需要四盏灯 对吧 所以就稍微的 Expensive一些哈 当然呢 跟他讲的 比如说你没有那么灯 怎么办呢 你可以 呃 用这个反光 反光板来代替灯 对吧 这个作为一个fuel light 前面只要一个灯就可以了 后面呢 呃 你再加两个闪 闪光灯 可以对吧 好 另外呢 还有人是这么设置的哈 他 比如说这种是拍拍花 可以这么拍 在花的背后呢 他是用了一层透明的这个布 然后呢 后面这个黑的一方块啊 是一个灯哈 就是这灯呢 从后面打过来 把那花照亮 通过这个透明的这个白布 然后呢 前面呢 有两个灯 他就用三个灯 这样呢 拍出这种效果呢 也是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 那个 这种效果 但我还有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呃 你的相机怎么设置呢 首先 你必须要用raw 因为raw的好处就是说 你假如 那个照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曝光没有到位 你要是用raw的话呢 你还可以在后期进行修正啊 你要是用jpeg的话呢 那修正的余力就不大啊 这个咱们在lightroom里面讲过 就是你要是准备做后期 就一定要用raw 呃 第二呢就是曝光是用menu曝光啊 这个刚才讲到了 然后iso尽量用最低的100 那样这样才能保持这个画质 然后这个shadow speed和这个apature 都是根据你的灯光的情况 呃 然后呢呃 刚才也讲过了哈 就是说你在这个影棚里照相的话呢 就是第一次拍 你不一定能就是最理想对吧 你都是拍完几张照片以后 你先看看这个光线设置好不好 然后呢进行呃这个细条 然后第二种办法就是用呃 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来做后期 达到那种效果 基本上就是降低它对比度啊 有两个办法 呃对lightroom了解的话 就知道一个是contrast这个option 它的那个菜单上有哈 还是用那个tone curve 然后另外还要讲的一点就是高调摄影的话呢 可以呃试用一下这个monochrome 就说单色单色呢 呃一般是白和黑白照片啊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用其他颜色哈 呃单色的话呢呃 咱们原来上次课也讲过 就说你可以照的时候呢 就用单色来拍啊 或者呢你照的时候用彩色 然后呢到后期去变成黑白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哈都可以 好有什么问题关于高调摄影 或者high key摄影 田丹老师我刚才看你是前后左右放了四个灯 那我们去拍的时候自己还用带那个闪光灯吗 呃七一六是吧 不需要我的我的准备好了 okok好谢谢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呃 呃因为我的相机都是佳能相机对吧 我的那个这个tigger都是佳能的 所以将佳能的那个相机的那个小伙伴来的话 都没有问题 然后问题就是在呃拿了尼康相机 还有索尼相机还有富士相机的 这些人呢我现在不是很shure 今天呃拿了一些这个呃尼康的 但是我不知道呃会不会出问题 所以呢 到我怎么讲一下好吧 到我怎么讲一下 现在现在不浪费大家时间 好 好 还有问题 我有问题 可以吗 可以听一下 就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Zoom 他这个在传输这个幻灯片中 是有时针还是怎样 就是说你们刚才展示那种高光的照片的话 就像我们这边看的感觉 就脸部啊都好像是过曝 看不到任何细节 哦 照片就这样的还真是这样的还是这样 对 他就说近乎于呃这个过曝 但是呢又没过曝 所以到时候你们拿了这个拿了这个slide以后 可以再再再review一下 ok 就可以看到细节的 嗯 哦那好 我再我再把照片调出来再大家再看一看 像这一张 好的 比如这个这个脸就全是白的没有任何细节 okok 我看的是有细节的 这是Zoom的这个对 他传输的效果有问题 ok 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咱们接着讲哈 咱们就讲另外一种就是呃低调摄影叫low key 好 还是一样咱们来看看这个照片哈 那这是我几十年前在国内拍的一张照片哈 很荣幸你得到人民日报的全国比赛三等奖哈 这个也是有点类似于这个low key的这个style 是在 这是在 三西旅梁山上 呃 支教手拍的 这个 看当时的 这是一个小学校哈 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条件多么差 这是 几年前在一个晚会上拍的 这是达拉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个小后手哈 是 有时候你看看 参加他那个参加咱们达拉斯的cowboy的这个球赛的话 都能看到他被邀请去去那去吹吹吹吹骨歌去 这是这几张都是从网上那个找到的 这是这几张都是从网上那个找到的 这一位呢 这个摄影师叫Lindsay Adl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摄影师哈 佳能摄影师哈 佳能摄影师 他是被 请为 被佳能做他们的 这个 这个 Explorer of light 佳能相机最高荣率就是 Explorer of light 就是 相当于尼康或者索尼的这个 叫大使哈 这个Lindsay就是其中一个 他拍人像拍得非常好 这也是另外一张他拍的 这张咱们 我是比较喜欢咱们那个新六看是不是能 按照这个风格来拍哈 这个不错耶 这张哈 很高贵很漂亮光用的非常好 而且挺适合张静的感觉的 张静那个鼻子也挺高的哈 咱们来试试看能不能拍出这种效果来 这是一张撤脸 这张也可以啊 这样也可以哈 行 咱们到时候试试哈 好 咱们来看完照片以后呢 咱们来总结一下哈 这个low key 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 Welcome to the dark side 啊 照片上 基本上就是暗色调 来引人注意 所以你可以这样的理解 这样照片呢 都是黑的 然后呢 用一束光 或者是一点点的光 把你想点亮的地方去点亮 哎 这就是low key 低调摄影 好 假如说高调摄影呢 刚才咱们讲的高调摄影 它呢 是想把这个过度照亮 你降低这个这个对比度 而这个低调 这个摄影呢 是要强调这个对比度 这是他们的这个区别 然后呢 对于这个低调摄影来说 它的阴影 它的shadow 是构图的主要元素 这是它的一个 一个特点哈 然后呢 这一张slide讲了 关键呢 不仅仅是一个 不仅仅是产生一个黑暗的照照片 而是呢 要有选择的 去照亮这照片里的特定部位 就我刚才讲的 要找到那些 你应该照亮的地方 然后 黑白是一种流行的选择 因为它确实为阴影带了光哈 咱们来 有了这些理解以后呢 咱们来 回头回个头来看 再看那些照片哈 是不是对这种低光低调摄影 就更有 理解了 选择性的 把 该亮的地方 给它照亮 其他地方就不理它 像这个就是从 右后侧打来的光 把这个 这个模特的轮廓 打出来了 这样就把它的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好 那咱们这样的 这三张来拍吧 这个呢 就是非常波浪型的 这个头发很很 印象很深 这一张 这是我比较最喜欢的一张吧 当然了 这张哈 你不要期待着 你照完以后就有这个效果哈 你比如说这脸哈 他肯定是用后期做了非常多的 不然而他的脸不会那么smooth哈 然后呢 这个光亮这个对比也不不会那么漂亮 他肯定是做了后期的 像这种像这张后期做的不太不太多 好 这就是低调摄影 好 怎么拍呢 首先 当然要有黑背景哈 到时候我 我这有黑布 到一拉 然后呢 光源呢很简单 只要一个光源就可以了 好 唯一的规则 你永远不应该让光线到你的背景 就说你的光啊 不能射到背景上去哈 所以咱们要遵循 呃这个Diagram呢 就描述了这个这个灯光怎么射哈 摆射 然后呢可以就是加一个 刚才讲的反光板 呃相机的设置呢 呃没有没有太多的要求 但总是要记得呃在那个 那个 影棚里面拍拍摄的话呢 ISO是越小越好哈 就是画质保证画质 然后呢这个低调摄影呢 也适合非常适合拍产品哈 咱们来看一下照片 有很多很多人喜欢拍花哈 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这个都都都不呃都不很难的 这个黑背景哈你用黑布可以对吧 也可以用这些那个呃 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个黑板 那这种那个板哈 有白颜色黑颜色 但假如说以后要搭搭里面的话 就都都买几块哈 大的小的都可以 这个在Home Depot 不是Home Depot Mikos啊还有 Hobby Lobby啊都有卖的哈 几块钱买两三块钱四五块钱 就有就可以买到 像这种刚才他们这个开花卉呢 你关键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 把这个这个 放在这个花卉的后面 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啊 然后 还有关键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这光啊千万不要落这个板上 只漏了花上 还可以把那个Loki 放在拍鸟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猜的这种 这个是可能后期做出来的哈 或者他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鸟 还可以运用到封光照 那个摄影上去哈 Loki 这个花卉拍得非常漂亮 好 对Loki摄影有些什么问题吗 还是大家都理论上都掌握了哈 当然我想强调一点哈 就是说 呃 你在影棚摄影哈 呃 不光就是拍的两种哈 你其实 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你是拍的 呃 不是这个高调或者低调 是是normal的这种这种摄影啊 嗯 但假如说你要是进行艺术创作的话呢 呃 这两种这个style的话 可能会help you 好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是对前面讲的有什么问题吗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嗯 这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单位呢 因为他说他的麦克不work 哦 他说 他说 Do we need to use small light for low key shooting 他说说small light是指闪光灯吗 呃 没有不一定 就是闪光灯可以做 然后那个stroke也可以做 当然就是你的光源呢 呃 可能要 要控制 啊 就是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讲到这个softbox的时候啊 没讲到就是这个 有些那个softbox啊 他里面 前面可以加一层东西 叫grid Grid 然后呢 来控制这个 这个光 东西呢 就是这个 就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黑色的布 弄成的 然后光呢 只能从这些布的里面 穿过 所以他有一定的方向 他就通过这种办法呢 来 control 你的灯 呃 当然了 假如说你想 更好的拍低调摄影 更好的来 control 的光的话呢 对 你可以呃 可以用 用那个闪光灯 因为闪光灯的话呢 非常 呃 非常容易去 control 什么意思呢 呃 比如说你很容易就是 用一个 我就 我看我们找到这个 好 稍微等一下 我这里有这么一块这个 小的 反光板哈 它那是你截起来 然后呢 你放在你这个 这个闪光灯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 针对性的 来 control 你的 light the direction 和 the area 或者你没有这个东西 拿大黑纸 卷起来 用个橡皮筋 卷起来 就可以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哦 这有确的哈 看有人在确的上 对 然后单说谢谢 嗯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掌握了 那就是 周六过来 小试牛刀吧 现在没什么问题 但是周六可能一拍 可能一到现场 问题就很多了 嗯 没关系就是 先试试吧 然后我刚才讲了就是 讨论这个问题哈 呃就是 佳能的用户没有问题哈 但是尼康和索尼和富士的话呢 嗯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呃 大家可以就是 我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那个尼康 或者是那个索尼的群哈 可以在群里面问一问 看他们有没有就是尼康 或者是索尼的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包括富士的 不然的话呢 到这来以后你就不能去呃 呃 来恐臭这个闪光灯 这个 或者是 那个董老师这个您的那个可以用吗 那是尼康的尼康的 呃 我还没有是因为我没有尼康的相机 呃 我估计尼康是没有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关键就是 索尼和富士的 呃 天丹老师我想有个问题啊 那你的灯光的亮度是一样的吗 呃 什么灯光的亮度什么意思 你打灯的灯光 那像你一般的电 你想一般的那个电灯的灯光 它有几瓦几瓦 呃 那你打 那 那个你 你拍照的灯光 它是 都是一样的亮度吗 呃 呃 你说这个 我在我的室里面 我是用那个 它是320瓦的 哦 而且它是 在一下那 呃 一秒钟 我不知道它的错 这个算法跟咱们 平常那个家里用的 这个灯 算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它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强的 然后呢 呃 大家看一下 看下在后面哈 它是有这个dial 可以来调的 比如说你想 这个作为主光 主光肯定要强点吧 可能百分之百 然后另外第二个灯的话呢 它就 主光 主光是要弱点 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多少 这个是可以调的 所以它的亮度是不一样的 那你闪光灯 闪光灯 我们平常用的闪光灯 也可以调的 诶 对 讲了闪光灯的话呢 它后面是有 有menu那一档叫m 你打了menu那一档以后呢 你就会调百分之百 一分之一 它叫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或者八分之一 一直到 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是可以调的 嗯 那它 如果是 一 一比 一 那个 一的话 它那个 也是三百多 三百二十 瓦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闪光灯亮度 远远不如这个 哦 这个具体多少 可能根据这个 各种闪光灯不一样吧 嗯 嗯 就说 这个 这个 跟那闪光灯的比较的话呢 一个 说不得那个 奥普的 这个强度 非常强 再有一个呢 就是 它的 recycle的 time 比较短 闪光灯的话呢 就不一样 它一个是 呃 奥普的 比较 不那么强 再一个就是它的 recycle 时间比较长 哦 那 闪光灯和那个 你用的 你这个 recycle的 那个 灯 那个 那个 setting又不一样了 你说的setting 是什么样的setting 就是照相机的setting 你的Aputure 和那个时间 就不能一样了 哦 那当然不能一样 对 对 你要是用 你相机 用那个闪光灯 比如说 Aputure多少 速度多少 要你换成那个 shop 它就不一样 因为它光亮了嘛 所以就 肯定是这个Aputure 和速度 就不应该一样了 对 如果是像你讲 那个 用闪光灯 那个黑子 把它包起来 像这弄成一个 筒灯的话 那 那就更暗了 那对啊 更暗了 这是拍那个 拍那个 这个低调摄影的时候 用嘛 对 嗯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control menu里去 control 这个灯 这个灯 OK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回到那个 Sony和 初试的 最好就是能 能搞到那个 Godex的那种 闪光灯 而且不能 只能要好几个 要两个 那个 Windows 会有Sony的 Trigger吗 会 我不知道 他好像有Trigger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牌子 你可以问问他 那我去问问他好了 嗯 OK 那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那 谢谢田南老师 田南老师很辛苦哈 前前后后的走来走去的 讲课讲的蛮辛苦的 而且今天又是中中秋节 还让老师过来跟我们讲课 谢谢 我两个儿子在纽约 在这儿 孩子 我先stoprecording